《苹果日报》 就是这历史性的诞生 《苹果日报》在2003年5月2日的创刊号 就是以抗SARS英雄和平医院护理长 陈静秋壮烈捐躯的故事作为起头 也开启台湾《苹果日报》历史的第一页 历经19个年头 全球躲过SARS的危害 目前仍闪躲不了新冠肺炎的袭击 台湾在2020年1月21日 出现首例新冠肺炎患者 也让全台从那一刻起进入全民防疫的时代 台大医院在2011年爆发物移植 艾滋器官给5名受赠者事件 让接受器官民众陷入罹患艾滋的风暴 也让台大医院负责器官券目 主则医师柯文哲 因为这起艾滋器捐案遭到弹劾 生活中心除了负责重要的医药新闻 也曾在2003年7月 踢爆台北市议会以议员连移活动夏威夷之旅为名义 编列400万元预算 指定顶级饭店进行自肥 引起民怨 接着在隔年2004年 更踢爆台北市议会 自编预算 自审预算260多万元 到帛琉进行议员连移旅游活动 苹果也派记者前往帛琉 指及台北市议会整个旅游行程 被台湾当时遇到爱立台风肆虐 和议员大人们在帛琉快一幅前 成了最强烈的对比 有关消费纠纷的新闻 苹果也不手软 福斯汽车2012年发生多起变速相故障事故 超过80位车主求助无门 经过交通部调查之后 要求业者召回相关车辆 不召回就才连续重罚方式 让这起消费纠纷终于有解决之道 2018年更踢爆马自达 在国道高速行驶会无预警降速到3040公里 至少有220位受害的车主遇到同样情况 业者最后同意帮受害车主进行免费维修 也接连系列踢爆亚培安素和亚培小安素等6款产品 出现多起变质事件 经过报道之后 苹果也发现亚培普圣纳也被踢爆出现结块等情况 迫使业者下架6款189万罐产品 成功的为消费者的食安进行把关 苹果为了专题报道不惜花费机票和旅费 派记者跟随不孕妈妈前往乌克兰 直击不孕妈妈求子经过 连续7天的报道 也引起国内对于现行人工生殖法令进行深度探讨 在几个重大交通意外 苹果也禁止守在现场 为读者传递最新消息 像是2015年2月4日 复兴航空坠河事件 不仅透过平面报纸用大幅CG详细解说明这起非安意外 让读者一目了然整起事件始末 我们现在的证据显示是 No.1英警是被人为的收回 最后的Shout Out 也利用精细的洞新闻 重建整起非安意外的过程 让读者不仅透过平面 也透过影音解析这起意外 南方澳跨海大桥在2019年10月突然崩塌坠海 苹果也利用空拍直集画面 让读者了解整起意外的恐怖 再来就是2021年泰鲁阁事故 一辆工程车掉落铁柜 造成泰鲁阁号闪避不及直接撞上 最早传出有50人死亡 后来经过清查之后 共有49位死亡 213位轻重伤 是台铁近60年来最严重意外事故 苹果总动员不分彼此 和利用11个专版详细报导整个过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